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这一则我们来谈 Q4预售无报八千亿天价 房价将走跌 那专家就有提出四点观察 那因为房市的走向 大家都在议测嘛 那有的去引用了经济数据啊 然后有一些去看 当前的房市的现象做推断啊 甚至有人就是凭个人的感觉 去做一个房市的预测 那专家就有说 千万不要拿当作 自己买房的决策做依据 否则可能会因此做错判断 他有提出四点观察 好你先讲第一点啊 我们一点一点来聊啊 好啊 第一点是 民众对预售屋房价的预期心理 因为大部分民众知道 最近房价的成本都大涨嘛 对 所以大部分都认为 预售屋的房价不会下修 好 这个我们来聊一下 前段时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看房子的人少嘛 嗯 还有一个平均地权条例 预售屋不得转售的这个部分 对 让大家有个观望的心态嘛 那的确在这段时间的 预售屋成交量有稍微下去一点点 有没有 莱克数也有减少 但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 现在ESG的关系 其实成本上去 看起来房价也没有要松动的这种状况 没错 所以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 房价会跌嘛 搞不好还会涨 对于跌这件事情 大家可能不是很有信心的 不认为会跌 但是我们之前有讲到嘛 如果建商的操作 或者是在这个时间点 平均地权条例 这个避孕药通过了 那会带来后续的影响 是不是真的造成房价会下去 就不知道了 那所以可能大部分还是运气说 房价应该还是会在涨吧 这两年的经验应该不可能跌吧 然后可能刚好在这个时间点 有些股市赚了一点点钱 虽然说最近不好 有但是可能前面也赚点钱嘛 或者是说科技相关产业的年终啊 薪资啊有增加 但是事实上整体的经济状况 是没有那么好 虽然说很多人看房价不一定会跌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地段 你的区域啦 他一定还是会有部分开始下修的啦 但是你是很黄金的区域 可能就不用太担心啦 对 可能就缓缓的持平 对啊 甚至搞不好还有可能逆势往上涨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民众预期的心理 我觉得他讲的是有道理啦 如果大家认为都会去涨的话 那就会造成是一个都会涨的氛围 那他价格自然而然 涨上去你都会认为合理啊 就像是以前穿迷你裙要被骂 现在穿迷你裙 嗯好漂亮 好恶哦 对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群众认为这已经是美了嘛 那以前的话搞不好双腿被砍断嘛 没错 那以前未婚生子不敢讲被骂 又觉得这个女生很怎样很随便 但是现在未婚生子的就很多啊 有些单亲妈妈 你也不会觉得她怎么样啊 正常嘛 这讲一个更以前的 我讲的没有要得罪任何人啊 也没有任何的那个性别歧视啊 我们很小的时候 有听说娶老婆要娶处女 嗯 很小的时候 就是我们上一代的观念嘛 现在哪有啊 现在哪有处女在 比较少啦 不是说没有啦好不好 这个只是开玩笑 只是做个比喻 大家不要生气 现在很少啦 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刻的不多啦 好不好 很跟这样讲 都是社会的氛围 只要大家觉得合理 提早不是处女 没关系 那这个就会这样走 对嘛 所以就是大家的意念 是这样想的话 就有可能会成真啦 没错 所以第一个 大家对预售物的房价预期心理 的确是 觉得合理 对 他是讲这个是对的 的确是会造成房价要不要下跌啦 或是你在买房子啦 的心态上的一个受影响嘛 那第二点讲什么 第二点是在讲房贷的利率 只要房贷的利率 不涨到租金收益率小于房贷利率 民众的购房意愿 就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而依台湾当前的经济情势来看 虽然目前为止 央行政策利率从6月17号起 已经调升了1.5码 听说9月22号还会再有一次的调升 只是目前要调升多少 我们还不清楚嘛 对啦 但是因为 原准会已经调3码了嘛 那照理来讲 央行不是半码就1码了 这是大家的猜测啦 嗯 好不好 这边我就讲一下 如果说目前的房贷利率提升 会让你觉得紧到不行的话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时期买房 你有一点点微微的跟风啦 对啊 也有可能是 我们之前不是有讲到吗 因为房价一直涨 对 然后有两种民众 一种是咬牙进去的 对 一种是忘乌心探的 对 那可能就是咬牙进去的 那牙子快咬到崩掉 对 所以那个利率上升 会对它有比较大的影响 嗯 那有一些呢是他原本就 没有要买房租房的 那他只想租 没有要买 那这个可能对他来讲 就影响不大 可能还社会新鲜人吧 嗯 那另外一种是 他原本就是有能力买房的 目前的升息 对这些人来讲 可能影响也不大 升息其实影响的是 咬牙进去的自租客 真的 有点钱的 或是你要自产的 或是走长期的投资客 或是包租公包租婆 这种手上很多间的 他影响不大 对啊 因为台湾升息力道又不像美国一样 这么强势 是 因为他是要直接把这个通膨要打下去 对啊 那我们还是必须得去参考 美国联准会的一个状况 嗯 所以他讲的这一点 影响不大 但是对于本来有实力 有能力 有意愿要买房子的人 影响不大 但是对于你那个房贷 跟你的薪资所得啊 占比比较高的 譬如说你占到50%以上 嗯 60%以上 那当然对你来讲 1000块2000块或是5000块 就是你的救命钱了 所以 很有影响 所以你就会觉得很痛嘛 对不对 就是说我想他应该讲说 有影响了 但影响不大 嗯 刚刚第一个是讲说 预期会涨嘛 第二个是影响的幅度 没有到很大嘛 这是他的第二个观点嘛 那第三个观点是什么 第三个观点是 这一波国内的房价 调涨幅度远低于国际水平 那这一波因为受到货币大放水的激励 和营造原物料上涨的双重影响 大多数的国家房价都出现了暴涨的情形 台湾则是在政府及时因应下 遏止了房价的可能超涨 基本上只反映了营建成本的上涨 因此在举世升利率缩货币抗通膨下 房价反而可能持稳 而呈现量桌价稳的格局 我觉得其实是有道理 在美国QE之后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大量的印钱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你手上钱一多的时候 你想的都是我要投资赚更多的钱 人人都想用钱去赚钱嘛 但有些人是 那钱拿到我拿去消费 也有啦 但是各个国都一样 一定有很多人是拿去投资 那时候股市不是也很热吗 然后还有NFT 这种东西也跑出来嘛 然后虚拟货币 都在吵啊 各国的房地产有没有在吵 吵啊 炒作啊 我告诉你 其实连车子都在炒作啊 包含二手车也都在炒作啊 二手车其实我之前有讲过嘛 价格很高嘛 但是你可以观察到一下 现在的二手车价开始下去了 那新车也开始就 供应开始回稳嘛 也就是说 其实最近这几年的状况 因为一直印钱出来 大家资金太多 那当然有些是旧产业 有些人因为疫情很惨 但是没有受这些影响太大的人 拿到了这些钱 或是他更容易贷款 带到他要的钱 他不拿这个钱去炒作吗 不要讲炒作啦 投资啦 一定的嘛 我跟你借钱 你跟我收1%的利息 我先讲 我不想投资 我把钱贴给人家2% 有人要跟我借 那请问一下 我是不是就赚了1%了 对 那假设我先拿去投资 他可能可以给我10%的回报 我这么高的回报 那我是不是就赚9%了 我要负担的 借钱的成本很低 我一定会去拿去炒作啊 一定会去拿去 想办法赚钱啊 其实全球 不能说全部 多数国家的确是有这样的状况 那他说台湾长得还好 没有像国外那么夸张 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也可以说 另外一个条件是 台湾也没有这个条件 像国外长得这么夸张 应该这样讲嘛 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条件 那他预期后面 有可能是量缩价稳 这一点就跟我们上面 之前我讲的 有一点点雷同是说 你建商之后再推案 有可能你会囤地 慢慢推 所以营造一个量缩的现象 那你只要量缩 你的价格能够稳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甚至搞不好 他因为量缩 搞不好还造成涨价 对不对 所以他的这一点观察 我觉得这个也是 十分合理的啦 有他的道理在了 好来那第四点呢 第四点是 新规格预售新屋的供给量 小于需求量 那当前新规格的 就是指向110年之后 才有的隔音店啊 耐震升级啊 等等的这种建筑物的 供给量是小于需求量的 在当前的 营建成本大涨之际 还能真正启动 动工新建的建商 大多都是资金 还算是雄厚 不太会有资金链断裂的疑虑 对 所以他们宁可慢慢卖 也不会亏本卖 那这一波的房市上涨 依照这个专家判断 主要是四大因素 那其中包括 房产处于复苏周期 成本推动 资金松动 以及炒作所导致的 那其中两项因素 已经受到压抑了 像炒作的风气啊 跟缩紧银根 对啊 的确是照他讲的啦 就是炒作有益智 但是我不能讲说 炒作已经没有了 就是让他炒作比较难 调高难度而已 你这个等级不够的 不要继续炒 等级够的我也管你不到 从普通到困难 再来是资金的宽松 因为现在整体的 全球的经济因素 的确资金是没有那么宽松了 美国已经开始 已经QT了 没有继续QE了 那当然台湾也等于是跟进了 那这两个有稍微受到抑制 但是他有讲到一个房市 是复苏期嘛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已经走空很多年了啦 然后刚好遇到这个时间 慢慢慢慢房市有起来嘛 又遇到这两年的资金 热钱太多嘛 所以的确啦 就是以波段来讲 它是一个复苏期 没有错啦 当然这个主身段 应该也要快要走到尾身了啦 还有一个是 现在的成本 是不是真的有比较高呢 的确是有稍微高一点 至少比以前高啦 你说高的很多 很夸张 可能我们不敢讲 但是目前看到的 很多的营造的报价 的确是比以前高的 大概将近一倍啦 不是百分之多少 是高了一倍了啦 没错 甚至还有的 比一倍还要再多一点点 再来就是ESG的推动 你所有的成本又要往上升啊 然后战争的问题 很多原物料的供应的问题 其实在这个我们都可以预测 但是最近这个ESG 清零排探的这个 的确是造成蛮多建筑的原物料 成本都上去了 都要外加这个 这个东西到底对现在在主推的 当时还没有战争之前 全球在推这个嘛 那个时候也许是没什么问题啦 那现在的景气状况下 你要去推这个 增加额外的税收 这个不会造成其他的问题吗 是不是要延后推动呢 但是因为感觉这是个全球趋势啦 台湾不早点做这样的事情 也是不行嘛 而且再来是 其他就是全球说了算嘛 那有这样的东西 它就是有一个碳税在嘛 那没有办法 那这些会反映在你的房价吗 一定会啦 不然的话 他做生意还亏钱 没有人要嘛 所以一定会反映在上面 不管是你的钢铁的提供商 你从国外进来的时候就贵了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的成本上去不会像你之前 前段时间投资客在炒作这么凶嘛 比如说我拿到房子 然后20分钟以后 总价贵了150万嘛 不会这样子嘛 你钢铁再怎么样给他收碳税 也不可能收到这样子嘛 但是他是会上涨的 会啦 那他还有没有别的吗 就还是这四点 就这四点 那我觉得他这四点 其实讲的也都算是 有道理 十分有道理啦 好不好 那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不好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边了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防老吉 拜拜 拜拜